二十四是中国境内新增质与初原名最有真情 在中国人民抗击 想把这两则报道联系在一起看 在同一天 也就是三月二十号 美方一方面要求联邦机构统一口径 对外来攻击抹黑中国 另一方面 又在指责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在散布虚假信息 我不禁要问 到底是谁在散布虚假信息 是谁在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美方这种造谣污蔑 贼喊捉贼的把戏 实在太拙劣了 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的态度 及时向世卫组织 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和地区 通报疫情信息 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的肯定 争取的宝贵时间 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 才使疫情蔓延得到了控制 而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 美方又做了什么呢 中方自1月3日起 就开始向世卫组织和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定期通报信息 1月23日 中方宣布关闭离开武汉的通道 美国政府在2月2日宣布全面禁止过去14天 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 那时候美国国内公布的确诊病例只有十余例 50天过去了 美国的确诊病例 由十余例 已经激增到三万余例 这50天时间里 美方采取了什么有利的措施呢 美方完全是浪费了 中方为全世界赢得的宝贵时间 至到如今 美方反而企图诋毁他人 转嫁责任 寻找替罪羊 这种做法既不道德 也不负责 不仅对美国自身的防疫工作丝毫没有帮助 对促进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 也丝毫没有帮助 这里我要再次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对疫情政治化 停止对中国污名化 停止诋毁他国 还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为世界各国携手抗击疫情 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这种情况是非特别是那种 事实的说法 实际上散布 是20一细 在阳谷 也开启 天员 早上